让我们从一项非常成功的太空任务说起 美国航天局指示深度太空探测器卡西尼霍伊根斯 在土星大气环境下燃烧 如此一来 土星的卫星才不会受到来自地球 而且难免会造成航天器航行故障的微分子的污染 这个深度太空探测器花了20年来探索木星和土星 在土星的泰坦卫星上安装了一个探测器 并且在土星的另一颗卫星恩克拉多斯上探测到水 科学家们在2004年所说的 完全可以运用到卡西尼的探测成果 我不认为你必须是一位科学家 才能够想象昨天晚上对我们的意义 真的是难以言喻 你唯一能够想到的词就是震撼人心 今年一项值得关注的是 欧洲太空局哨宾5号先导卫星的升空 它将会监测人为以及自然因素造成的空气污染 警告人类高浓度污染物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健康 这关系到了解这些气体 这些污染物的源头 它们从哪里来 它们如何跟人为与自然的活动连到了一块 在国际航天站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进行了第二百次太空漫步 太空人佩基温斯顿在太空逗留的时间创下了美国新纪录 在地球上 科学家们则忙着准备2018年的新的重要任务 清楚包括詹姆斯韦伯红外线太空望远镜 将能够看到新发现的地球般大小的星球 我们会用微博来研究那些星球的大气层 来看看那些化学组成 比如那里有没有水 是否也许有臭氧 这个新的望远镜会被放到离地球150万公里远的地方 因为德国科学家们今年发出警告说 地球周围的太空环境越来越被太空垃圾给污染 一公分的碎片所蕴含的能量 如果以那样的运行速度撞击到卫星的话 大约等于一颗手榴弹爆炸的威力 科学家们提出了减少太空碎片的一些点子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选 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 华盛顿报道